网路上购物相当方便 但如果想要创业又缺乏资金 透过网路平台提案募资 成为一种新选择 事实上民众除了可以透过网购 或是拍卖网站购物消费 也能透过募资平台 买到优惠的商品 考量到价钱如果有优惠的话 如果越多人募资 就是那个价格就会越来越便宜 这样省失便利的物媒价点的募资平台 却也隐藏消费风险 消息会检验三大募资平台 11项预购模式募资商品 调查发现其中项是预购模式商品 藏有品质落差大 延迟出货的问题 甚至无法履约情况 对消费者影响较大 预购模式的这样子的一个 募资的一个性质之下 也应该要加以检视提案者 对于他提供的服务或商品 有没有7天鉴赏期 也要特别提醒消费者的 就是说在我们法规当中明定 退费的运费 是要由业者来负担 消息会强调 提案预购模式 必须征从消购法的规定 而光是这一次的调查 只有近四成的提案募资商品 不符合消购法的规定 呼吁政府针对募资平台 订定相关的管理规定 也是新闻 十二那早上台北市采访报导